下個禮拜三的,就是10月12號 那個 基隆港西岸16號碼頭邊的貴美雜貨店 就要面臨交通部韓港局的強制拆除 那貴美的阿嬤 她已經中風多年了 那如果這個拆除動作如果 12月如果處理的話 那貴美阿嬤一家人 她們就會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貴美雜貨店她們是從 日據時代 現在的 貴美的負責人 林林她的 祖父祖母的時候就從桃園 遷到這個 到基隆港這邊來謀生 那這個 她們一家世代在基隆港已經超過60年了 那 當初來的時候也是因為這個要 靠港為生 那她們一家不偷不搶 在這個地方已經為這個基隆港 打拼付出了60年 現在她們要面對的 這個交通部韓港局的這個強制拆除 那我們知道一個 這樣的一個弱勢的家庭 在這樣的一個靠港為生的一個環境底下 她們今天如果被拆除的話 她們何去何走 親和以堪 好 我們在9月25號的時候 反破圈的這個 反破圈團體 在凱道上面 呃 像 當時的 像這個 總統府 陳秦 希望說 在 全國 希望 能夠有一個 處理這個破圈案的這個 這個 新政府有一個處理破圈案的態度 那 蔡總統是說 呃 蔡總統的是說 呃 她承諾要這個 重建 大補章藥房 可是她一邊 承諾 要 這個 重建 大補章藥房 但是 她一邊 喔 其實 讓 這個 這個 負責國有土地的這些 國有 這個 這個 機關團體 對於 居住在當地的 數十年的這個居民 下手強制拆除 所以 她是 呃 一手 一手說 重建 一手說 拆除 所以我們對於 蔡總統的這個 兩手 策略 我們 不以為難 那 接下來我們等一下會請 貴美的 早上店的 小姐姐 呃 呃 講述一下他們 這個 在這邊從 在港邊 這個 六十年 他們的一些 經歷 為什麼面對的這個 航港局的這樣的 強勢的一個態度 然後他們現在面臨的 一個什麼樣的 過程 那大家知道這個 在 基隆港 港邊 他這個拆遷已經不是一朝一夕了 他大概在二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拆除動作了 所以港邊 基隆港的港邊 西岸馬頭這邊 已經拆除兩百多戶了 前面已經拆除兩百多戶了 那 這個拆除 現在的這些被拆除的拆除戶 現在通通在養蚊子 完全沒有任何的建設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 港務局的這個 這個 這個做法 我非常不以為來 等一下我們就請那個 小姐姐 稍微講述一下 他們 在這邊所面臨的一些 問題跟困難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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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基隆桂梅燒貨店 然後 我是二女兒 我家 是阿嬤的時代 就是日據時代 在那邊生活 然後 阿嬤 阿嬤 開那個店的時候 我們也一直都有繳稅金 直到 八十六年的時候 八十六年的時候 那個 說要交給港務局 接手管理 然後 要讓我們這些居民 都簽那個 什麼租認契約 我們也乖乖簽了 直到九十六年 下半期 還要再簽租認契約的時候 他們無故都沒有通知 然後我們這些居民 知道消息之後 我們大家也一一都跑去問 然後里長也陪同我們去問 然後 就以說 我們的資料都送到 那個國有財產局 我們 里長就跟著我們這樣奔波 問不出一個所以來 然後不然就是叫我們回去 等消息 他們要把那個 租金算一算 交給 再跟我們講 這麼多年了 我們一直都有 我們跟他們租 已經九年多了 我們一直乖乖都有租 也乖乖繳租金 就 一句你們的行政疏忽 不讓我們繳 讓我們這樣被迫要流離私所 在那邊的住戶 在那邊的住戶 也都一一的被 被破遷 被強制拆遷 然後一些老阿嬤 一些阿姨 他們就說 你們這樣陳情有用嗎 我們那時候都已經被拆掉了 還不是無家可歸 有的甚至上吊是自殺 那現在的政府 能有什麼作為 我希望現在的政府 能替我們這些老百姓想一想 更希望今天來到交通部這裡的部長 能聽聽我們這些老百姓的心聲 那個 剛才大家有聽到 那個桂美超人 他們原來居住在這裡 是從他們祖父母的時候 就 就牽到這邊來 然後因為 這個 韓港局他們用了一個 不當的手段 他們在 九十八十五年到 八十五年到九十五年當中 這個期間 其實 這國有地的時候 應該不可以租任 可是他們租給他們 當時也簽了約了 也有一個租任期行為 但是到了九十六年 九十五年之後 他們就 片面的就 就這個 毀約了 然後 貴美的 他們到處去陳情 然後也 找了很多民意代表去 幫忙處理這個問題 可是 韓港局這邊就是 完全都沒有消息 然後 然後 就 到了一百零一年的時候 就 控告他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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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佔主義 然後 經過了多次的協調 到 找了很多的民意代表 然後 也 多方的跟韓港局溝通 但是 韓港局的官員 他們就是 態度非常傲慢 而且蠻憨 那 所有的開會的過程裡面 他們就是一句話 就是 依法行政 那這個過程裡面 呃 我們實在 我們已經 跑了很多地方了 包括財政部 行政院 然後 這個 呃 立法院也去了 然後 總統府也去了 那我們認為 他 叫 韓港局的直屬單位就是 直屬上 上市單位就是交通部 我們今天 到交通部來 希望部長 在這裡能夠給我們一個 最後的一個承諾 好 我們希望他 這個 撤除立即 拆除 呃 撤回強制拆除 然後 保留貴美 好 我們等一下來喊個口號 好不好 那 撤回強制 執行 保留貴美 保留貴美 撤除強制執行 保留貴美 保留貴美 好 我們 今天來的團體很多 呃 有 那個 徐老師 徐志榮老師 還有那個 呃 人民民主政協 團 團 還有工商協會 還有日日村 日日村協會 呃 還有 民權東陸三段 國防部的破 呃 破千團體 呃 反破千的 沃龍街一百三十一項的 十七十九弄 好 還有華光防調小組 反破千 反破千連線 好 我們 呃 很感謝他們今天來聲援 哦 三小 三小 哦 三小 三小 好 有沒有還沒有 介紹到的團體 好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聲援 好 那我們等一下請一些來聲援的團體來給我們講一些話 好 我們先請那個 產土豪 袁孔希 來來來 剛才聽到 我們桂美再一次的講他們的故事 心裡很難過 這個難過的是說 這個故事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一再的發生 那 今天 有問題的不是在老百姓 今天政府的疏失 包括整個政府的政策 其實它影響之大 影響之大呢 我覺得影響到的不僅是我們的居住權 我不曉得我們等一下 我們的隆埔 我們的民權東陸的 國防部的 這些同樣的受難的朋友們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更希望知道說 到底這個居住權 和他們的生存什麼關係 我講我的理解 各位看到 惠美 他們三代 就是居住在那個地方 今天這個 沒辦法在那邊 繼續居住下去 那個絕對不是 只是被趕走而已 那個是居住 那個是生存 他們的生意 就在那個地方做 那是他們的生計 同樣的 我們有很多破間 那個絕對不是只有單純到 只住不住那裡 換到一個地方住就可以 那個是他們全家 可能賴以為生的地方 那個可能是他 三分之一的薪水 可以免掉去繳租金 我現在可能用五分之一 相對低的代價繼續存活下去 如果我被逼走了 我不只我的居住沒有了 我的生計 我的生存 都會受影響 我覺得這是我們今天 最大的正當性 我們要問的是 如果 9月25當天 蔡總統 對我們的回應說 未來的 城鄉的規劃 未來的徵收 都會按照 正當性 公益性 必要性 這個三原則來處理的話 我們要問 過去發生的案件 你都不能處理 你跟我說 你未來如何如何 我怎麼能相信呢 我們就看貴美這個案子 貴美這個案子 有正當性嗎 剛才貴美的小姐姐有講到 當時只是因為 航港區的一個疏忽啊 是他行政的疏忽 以至於我們的約沒有簽到 今天你叫我破簽 我覺得你 蔡總統 你賀成蛋 應該要回應我們啊 第二個 你要說 公益性 請問 在那塊土地上 把貴美這麼孤零零的一個 雜貨店 剷除掉 請問對我們的 港務的建設 有什麼好處 對我們的基隆市民有好處 你能回應嗎 第三個 必要性 真的有必要嗎 非得除去 我們的基隆港 從此就如何如何嗎 你如果這三點 你對我們過去的貴美 甚至可能包括我們的民權 甚至包括我們的龍捕 可能今天還有大官 如果這幾個案件 你都不能用這幾個原則來檢視 一一回答我們 我憑什麼 要相信你未來做得到 如果你做不到的話 我們認為你今天跟我們講居度權 根本是假的 你根本就是連我的生存 你都要去除掉 我覺得今天有個口號 非常的好 這個口號 這個口號就是 把我趕走 我就活不下去 我希望 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來說 現在 我們不是只有補貨牽 你根本就是把我趕走 把我的生性 除掉 所以 抗爭到底 別無活路 我看 這是我們 最後唯一的選擇 大家跟我喊這個口號 抗爭到底 抗爭到底 別無活路 別無活路 抗爭到底 抗爭到底 別無活路 別無活路 好 謝謝那個 殘土豪 人民民主政縣殘土豪 袁孔吉 好 我們真的是 別無活路 因為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馬上就要到了 馬上就要面臨 貴美一家 游離失所 韓港局 交通部 今天 一定要出來面對 好 一定要出來面對 我們接下來請 呃 徐志宏老師 來給我們講句話 各位媒體朋友 我想跟大家分享幾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 也就是 站在我後面 衛美著貨店 還有其他被破千的相關個案 他們往往是歷史的課題 也是個人權的課題 但是 政府 往往都只從所有權的觀點 要來 把他們逼走 這會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所以 我第一點 我要判清 我們政府 在處理 這些破千議題的時候 一定要有歷史的觀點 也一定要有人權的一個觀點 而不要 只從所有權的一個觀點 來看待 嚴重的社會問題 比如說 歷史的一個課題 我們剛剛就知道 貴美著貨店 的 第二位 小姐 已經跟大家做一個解釋 剛剛先生 主持人 也都有做一些解釋 也就是他們在日本統治時代 就已經住在這兒 那我要跟各位媒體朋友 跟你們講 在日本統治時代的土地制度 跟國民政府 在民國34年 甚至中央政府38年 遷台之後的土地制度 是完全不一樣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學術界 現在面臨這樣的課題 都是判請政府 能夠用最寬容的一個態度 來處理相關的課題 我再講一遍 因為日本時代的土地制度 跟國民政府來台之後的土地制度 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說 用國民政府之後的土地法 國有財產法 這都是後來 尤其是國有財產法 這都是後來才制定 如果沒有記錯 國有財產法 是民國49年才制定 也就是我們用後來的 我們所制定的法律 要來限制人家三代 日本時代就住在這邊的 他們的使用 還有所有其他相關的一個 實存的權利義務關係 這個講起來實在是非常的荒謬 非常的荒謬 所以學術界長期來都判請我們政府 能夠拿出最寬容的態度 來處理相關的一個課題 但是非常的遺憾 非常的遺憾 國家因為沒有錢 要把這些社會弱勢 要把他們逼走 未美 就是一個歷史 就是一個歷史 所以我們覺得 不應該這麼做 不應該這麼做 這是一個歷史的一個角度 第二個 從一個人權的一個角度 兩人權公約裡面 尤其是金色文公約 他的一般性意見書的第四號 還有第七號 他們保障的 絕對不是僅僅只是所有權人而已 看請媒體朋友特別關注這一點 我們的兩人權公約 現在已經是內國法化了 他是真正的有他的法律效力 兩人權公約 他所保障的 絕對不是只是 土地所有權人 或者房屋所有權人而已 他保障的 還包含了使用的一個權能 這是兩人權公約 特別跟我們提得到的 另外 聯合國1998年 也制定了 反破簽的規範 不管是兩人權公約 或是聯合國的規範 都嚴格禁止 我必須強調 都嚴格禁止 政府採用這種破簽的手段 來逼迫人民離開他們的一個家園 所以我們今天要站出來 我們要站出來 我們要跟這個政府講 你不應該這麼做 你應該停止 這樣的嚴重侵害人權的一個議題 繼續在台灣不斷的一個發生 所以我們要站出來 我們要挺貴美 我們要挺其他被破簽 遭受相同命運的這些個案 因為我們都已經變成 在民主憲政時代 在民主憲政時代 在一個國內的難民 我們都是國內的難民 而這是不應該發生的 絕對不應該發生的 但是它卻不發生 所以我判刑 有幾點的一個建議 要給後面的交通部 要給這個政府 有幾點的建議 第一點 立刻停止執行 立刻停止執行 千萬不要去拆房子 你拆這個房子 一定會造成 更嚴重的一個社會問題 它不是只是一個所有權的問題 它是一個社會的問題 政府一定要從這個角度 來看待 才能夠理解問題的一個嚴重性 第二點 我們要開始 有不一樣的一個觀點 我們是不是要修改我們的法令 也就是我們925 我們站出來 我們第一個訴求 我們就是要求 要修改相關的一個法令 尤其國有土地清理活化 相關的一個政策 還有國有財產法 相關的一個法規 都必須立刻來修改 而不要只從一個所有權的一個觀點 不要採取這種訴訟 然後就要求 人家要搬家 其實 這都是非常不合理 也非常不正當 所以 我們要停止執行 我們要修改這個法令 因為法院的判決已經把他們逼到死角 沒有修改法令 或是令定心法 他們的權益 不會受到保障 所以這兩點很重要 最後一點 要跟美女朋友 要跟你們訴說 都市的空間 的一個享有 是人民的基本的一個權利 這是歐洲國家 從18、19世紀 就不斷宣揚了一個理念 都市空間的享有 是人民基本的一個權利 而不是 靠你的財富的多寡 而來決定 你在都市裡面 是否能夠享有一個空間 我們的都市 絕對不是只有有錢人居住的都市 我們的都市 我們的都市 是一個 不管是富有階級 不管是貧窮階級 我們都享有 這樣的一個權利 我們這樣的權利 不容被政府 不容被富有階級 幫我們的剝奪 所以 貴美的好朋友 還有 黃柏堅的好朋友 我們大家 勇敢的站出來 爭取 我們的基本的權利 好不好 好 我們一起努力 好不好 好 大家加油 謝謝 好 謝謝那個 世宏老師說的 他其實 剛剛世宏老師講的一句很好 就是說 現在49年 制定的法律 如何去規範前面 好 三十幾年就在這邊的 人家就居住在這邊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一個問題 我們來喊個口號好不好 來 那個 我們要求 現在的交通部 立即撤回強制執行 立即撤回強制執行 停止強拆暴政 停止強拆暴政 立即撤回強制執行 立即撤回強制執行 停止強拆暴政 停止強拆暴政 好 那個剛才聲援的團體 還忘了介紹一個 黑手納卡西工人樂隊 接下來我們 南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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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今天 還有算帳團 因為今天聲援的團體其實很多 很多是跟貴美類似的情形 只是他們的案子不一樣 貴美絕對不是個案 我跟各位報告 貴美絕對不是個案 全台灣現在從南到北 要被拆的 面對要被拆的 十幾個案子 不管是 正在訴訟的 或者已經訴訟 確定的 我們要求 這個國家 要專案處理 所以 所以 我們現在 請那個 我們現在請那個 快樂山的頭目 來跟我們講一下話 來 快樂山 各位媒體 大家好 我是瑞芳演出民主 快樂山的頭目 因為 我們來這邊 也是一樣的 就是防破圈 在我們二十多年 在那邊住的 期間 在三連結之前 之前 就有 遭到不明的舉述 到現在已經在法院 已經判定 所以要拆除 繁清國獨 可是呢 我們還是堅持 要在那個 快樂山部落那邊 就像我們 祖先也是一樣 中華民國 還沒有到這邊 日期時代 我們之前 我們的祖先 都到這邊 來 和各社的祖父 都聽到我們講 聽到講 在荷蘭那個時候 日本還沒有來 已經有在這裡了 你看我們這裡 有多久 還是要遭到這種 要命令拆除 凡君國獨 要把我們的 這個 快樂山部落裡面的 五六十戶的 這個居民 也是一樣 就像我們 這個貴美招電一樣 他的事情也是一樣 這麼多年了 他的祖父 都也在那邊 到現在 找個店 貴美招電 他已經第三代 第四代 可是呢 到現在 也是一樣的事情 要面臨拆除 一定要把它規法 可是呢 貴美招電 拆的時候 也是跟我們快樂山部落一樣 無家可威 尤其是找 那個貴美招電的 那個事情 到現在 一樣 他們比我們 還要困 還要可憐 我們快樂山 也許也是要這樣子 到現在 政府 新政府 所有的原住民 要怎麼怎麼做 所有的一大堆 可是 蔡總統到現在 都還是一樣 都是在騙 不是只管騙我們原住民 所有台灣全部的人 都是一樣 六四的人被拆除 要準備被拆除 根本就是 無家可威的民主 都被蔡總統騙 所以我們今天 來這邊 也是要堅持到我們 黃柏千 要爭取我們的基礎錢 所以我在這裡 跟媒體朋友大家 就是說這樣的清洗 就說短一點 就這樣就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童木 那個 快樂山 它是東部 大部分都是東部的原住民 他們到北部來 因為他們因為 迫於生活的關係 他們經濟 東部的 要找工作比較困難 然後他們到北部來找工作 然後 因為 經濟條件比較差 他們沒有辦法買房子 然後到 這個 瑞方靠近濱海的地方的一個山上 是一個荒匯的一個山上 然後他們 很早的時候 就在那邊拓荒 墾荒 然後 用一些 房屋的廢材 然後自己搭建起來 那他們 現在也同時 也一樣也面臨了 台北縣政府 呃 強拆那個行政 帶領 然後 去告他們 到這個法院 告他們 現在已經有 一戶已經被起訴了 然後 後面 接著要被起訴了 還有好幾戶 所以他們那邊 一共有四十幾戶 現在也要面臨這個 被起訴的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也很高興 那個 原住民 快樂山部落 他們同樣面對 面臨的這個 政府 的 兩手策略 如何我們 一般的人民 如何面對這個 政府的 土地政策 到底如何 我們希望 今天 在交通部這邊 能夠 再往上反應 不需要 我們不希望 再像我們上次到 行政院 今天 找了一個 原來的這個 韓港局的這個 官員出來 因為我們已經跟他們 談過非常多次了 剛才 我們去跟他交涉 他竟然還說 找四個 層級 比上 比韓港局的高一點 我們今天 要找的是 能夠出來決定 事情的 部長 我們要部長出來 對不對 部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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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出來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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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 我們 我們請那個 聲援團體的 過龍街 142號 第一號 140號 劉小姐 來幫我們講些話 來 謝謝 我們從小 我們從小被 就被政府教育說 人機幾密 也從小就被政府教導說 我們要保家為國 今天我們的家 就要被拆了 貴美的家就要被拆了 政府 你教我們的東西 你教我們到哪裡去了 你們讀書到哪裡去了 我們 你有聽到我們這邊 在深圳的哭喊嗎 我只是希望政府 真的是以父母觀的心態 來保護這些子民們 你有聽到我們的肯求嗎 你知道你的政策是對還是錯了嗎 您的子民沒有犯錯 是你的政策錯了 請你把你的政策改了好嗎 你有聽到百姓的哀嚎聲嗎 你有聽到成千上萬的百姓 在您的政策制定下 暗夜哭嚎嗎 你有聽到很多人在 很多 精英老百姓 在貢獻了一夾子之後 你用拓欠的方式 告訴他們說 你違反了 你違反了你制定的法令 所以你們都要走了 貴美 掌握店也是一輩子 為基隆港建設 付出了那麼多的 辛勞跟繁榮的貢獻 部長 你有體面你的指名 在那裡 風吹日曬 在 堅守崗位 他們當年在那邊 服務大家的心嗎 為什麼你今天當上部長之後 你看到了他們的苦難聲 你不能聞聲就苦 我祈求部長 請你聞聲就苦 不只是貴美一戶 我們在這邊全部的破千戶 都希望我們的政府高層 我們的副部官 乃至於我們的總統 修改你的法令 真正保障你的國民 他們把家保衛好了 才有能力捍衛國家 保家衛國不是我們最重的目的嗎 這就是我們破千戶小手的要求 謝謝 接下來我們 跟貴美做了一首歌 我們現在請大家來一起唱一下 好 等一下會唱一起唱 我們 媽 我們 今天 我們 这些人感,对人感到远债 我们阿玛丹这体感到远债 一几条是落差卦丹 一家世代的女人 赴这间天来天天 天天就想买听我们的家 最后不来打我们寒海 这个所在这片土地 是我们祖先用世面会帮我来的 天天才名来听我们的家 这个所在这片土地 是我们祖先用世面会帮我来的 天天才名来听我们的家 人家世代的早無人 哭一間店來吃吃 空間就想要聽我們的家 總好讓我們帶我們安排 這個所在一天好天 是為昨天總是廟會看我 今天什麼來聽我們的家 這個所在一天好天 是為昨天總是廟會看我 今天什麼來聽我們的家 這個所在一天好天 是為昨天總是廟會看我來 靈品什麼愛跳我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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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品先生 請政府看一看 這叫中華民國 這叫民主國家 太丟臉了 太丟臉了 我們民國五十一年 蓋的房子 國德處申請辦理 五十四年 向台北市政府申請辦理 國民住宅有房屋所有權狀 到民國五十九年 我們家裡面經過法院 法拍掉了 也通知國防部 國防部講這是私人財產不予追究 而我們房子被拍賣掉了 過了兩年 我母親在標的會 然後跟他們 再買回來 一直到我母親過世之後 我父親過世之後 國防部來韓說 你這個違反他們 眷設法了 不得出租 我們也租出去有五十年了 那房子也被法拍過了 國防部來韓是講 這個是你的眷設 不得出租 轉讓買賣 很清楚 那我們房子 民國五十幾年 就已經被拍賣掉了 你國防部也來了韓 我現在到地方法院去調資料 他講已經銷毀了 什麼都沒有了 好了一年不到判下來了 判了多少呢 車屋還地要賠償三千多萬 我的兒子 我的小孩都沒有住在這邊 他們全部被判進去 每個人都要罰 這行通土匪啊 這是民主國家嗎 行通土匪啊 我們有產權的 而且被法院法拍過的 你們這麼五十幾年都沉默下去 等我父親一走半個月 來韓了 現在你們三十日要改進 否則要依法追溯 OK 房客十天就搬走了 照告 我說你們沒有誠信原則啊 我們三十天 你限我們三十天 我們十天就搬走了 你為什麼要告 他不回答 第一月 輸了 要上訴高院 我花了一百三十幾萬 一百三十幾萬花完了之後呢 我也問高院的法官 我說我們這個人權的民主 何在 今天是自由國家 我們有產權 為什麼你們這樣子告了 我們就是輸了 我把所有證據也拉出來了 他都不理睬 然後更有意思呢 國防部居然給高院一個文 說是撤銷這個房客的告訴 那你擺明就要告我嘛 你乾脆就來搶吧 那我希望政府能夠回應我們 也給我們一條深入 也感謝政府一個得意 謝謝 也謝謝我們這些難民 今天來擁護的支持 謝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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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劉大哥 那個 剛才那個 其實 劉老師有說過 今天在這邊的大部分都是 國內的難民 這個 國內的難民比國境難民還可憐 因為他連自己的國家都不要 好 我們接下來請 三峽龍埔的劉佳 來 幫我們 我們 在 中華民國政府還沒來之前 我們就已經居住在這塊土地之上 歸美潮後店 他們也跟我們一樣 雖然我們沒有去登記 我們不懂 我們的長輩不認識字 我們不知道這個制度 不知道去登記 並不代表我們就放棄了我們的居住權 我們也要生存下去 我們沒有違抗政府的任何的法令 就因為我們不懂它的遊戲規則 我們今天要被迫害 我們不願意 我們的基本人權 我們要捍衛到底 我們出生在這個土地之上 我們沒有危害任何人 政府為了利益 傷害了我們 恳求大眾 出來聲援我們吧 我們只是不懂 政府的法令 我們沒有去登記 因為我們的無知 我們長輩的不認識字 如今我們都要被迫害 我們心疼貴美潮後店 阿嬤她年紀這麼大了 她要被拆 我們的愛心在哪裡 我們台灣人的土地上 不是充滿了愛心嗎 為什麼我們自己的同胞 在這裡受苦受難 你們不動容嗎 難道無知 就一定要判我們死刑嗎 我們堅決地捍衛我們的土地 堅決捍衛我們的居住權 貴美潮後店 我們加油 加油 謝謝大家 好我們謝謝那個 我們請那個 我們請那個 我們接下來請那個南鐵製救會 陳知曉 陳老師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有非常多的案子 他的地址原有可以從日據時代 甚至從清朝的時候 或者是國民黨戒嚴的時候就開始了 那個時候的政府他們利用這個戒嚴或軍國統治 或者是強暴性的方法來取得這些土地的所有權 但是呢比如說像是我們在南部看到了非常多的案子 他是在戒嚴的時候被政府強徵的 那我們比較覺得意外的是在520之後 本來這些國民黨實在他們不敢去進行破簽的案子 因為明明就是有爭議 有歷史上面的原因不敢去進行破簽 但是在520之後呢 我們看得到的是各個地方政府 他們非常非常積極的 用很短的時間來進行這些破簽 所以我們甚至覺得這很明顯不是個案 這是一個新政府他上台之後 一批不受控制的地方官僚 他們大家有自一統覺得全民執政的 來進行對這些老百姓的迫害 其實我們今天站在交通部的前面 交通部是非常多破簽案的債主 包括南鐵、航空城 還有桂米這個地方 那其實我們希望說賀城南部長他能夠想想看 我記得在幾個大概兩個月以前曾經有一個新聞 賀城南部長自己都說 他自己在台北的房子 他不想要進入那個一起度更的那個被包進去裡面 所以他自己都是抗爭戶 所以賀城南部長他自己都知道要保衛一個家的這種心情 更何況我們這些居民像是桂米已經居住在那個地方 那麼多年了幾十年了 希望這個政府希望賀部長能夠來體諒一下 我們這些居民保衛自己的家的這個心情 然後呢能夠放了這些老百姓 那我覺得今天很感動有非常多的那個團體 我們在九萬五之後呢 現在一個一個站出來為別人的聲援 我想這樣子 那個一方有難八方來源的精神 我們大家會一直維持下去 謝謝 謝謝 陳老師說得很好 我們落勢者要互相相挺 今天在這邊的所有的這個 落勢的被拆遷戶 我們也應該要彼此看到彼此的處境 然後彼此互相手牽手連在一起 接下來我們請那個華光防調小組 許一虎 大家今天辛苦了 那我想今天來到這邊 我想要強調就是說 在我們這旁邊就有一個紹興社區 在過那個路口杭州南路過去 就是華光社區 其實今天民進黨處理桂梅這個案子 我覺得可以看一件事情 這些案子好像都是國民黨時期開始提告的 好像都是如此 因為當時2009年的時候 朱立倫當部院長的時候 成立了國土經理火化督導小組 開始來全國的各個中央經管機關 包含民權東路可能被國防部提告的 那包含三峽留家可能被國產署提告的 準備要提告的 都是在這個國土清理火化政策之下的受害者 但是我們如果措集根源的話 其實2003年游錫困當院長的時候 成立了國家資產的經營管理委員會 甚至是更早的時候 陳水扁在當海北市市長的時候 開始進行的違建拆遷 還有市產的清理 包含影響的臥龍節 這些其實都是民進黨從地方的首長 首都的諸侯到中央執政的時候 建立了國土清理火化的政策 像華光也是被民進黨政府開始提告的 我想要強調的是說 今天蔡政府在925的時候回應了很多 包含對於爭議個案必須要暫緩 包含我們今天政府有沒有意願來檢討這些法規 內政部都說有 但是今天國土清理火化政策 今天市產清理火化政策 這些衝擊我們全台灣各地 底層的不管是外省的戰爭移民 不管是來到台北打拼當初公 當下女的本省人 或者是從原鄉來到台北打拼的到都市裡面到港口裡面打拼的 原住民的各種族群 今天從本省到外省到原住民各個族群 受到國土清理火化政策的衝擊 這個政策不能歸咎於任何人 就是民進黨創造的 所以蔡英文政府能不能回應這些爭議個案 現在面臨的緊急處境 就是不只是在清理台灣的住宅政策的疑序而已 是在清理自己民進黨所要留下來的政策惡法的疑序 那我想今天大家在這邊 很重要的是我們要一起繼續加油 因為這個困境非常的大 我們要繼續努力 好好的把我們每個個案好好打好 讓這個政策有一機會能改變 全台灣有六成的土地 六成到七成的土地 都是國有土地 今天可能被清理的 全台灣屬於舊有違建的 很多在場的大家可能都不被統計到 但光是官方有統計的 就還有兩萬三千多戶 所以今天我們大家並不孤單 也不是孤立而已 我們要繼續加油 加油 我們再來喊個口號好不好 我們還是要求撤回強制執行 停止強拆暴政 大家跟我一起喊一下 撤回強制執行 停止強拆暴政 停止強拆暴政 撤回強制執行 停止強拆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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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台各地都在發生 那像這樣子的案子很多很多都是因為這些居民 因為各種歷史的因素 做到了公共土地上面 那但是政府在後來的法律中 把他們的權力全部的消滅掉 所以他們在今天都面臨政府要求破千這樣子的一個處境 那我們知道這個其實是轉型正義的一環 而蔡英文總統在9月26號的時候 有發了一個聲明回應我們9月25號的行動 蔡英文總統說居住權跟財產權是不一樣的 應該要分開處理 蔡英文總統說居住權跟財產權是不一樣的 要分開處理 所以我們就要告訴交通部 今天你去停止強制執行 完完全全就是你可以做的一個權限 今天停止破千居民 停止在侵犯這些居民的居住權 完完全全就是你可以做的權限 如果你要是一個讓人民可以信任的政府 如果你要讓人民知道你確實有保護居住權的決心 請你立刻停止強制執行 請你不要一邊說我支持居住權 一邊賺媒體的形象 一邊就在破千居民 要求居民離開他們 世代賴以為生的家 謝謝 好 謝謝 今天我們到交通部來 不是我們 吃飽閒閒就跑到這邊來 這個過程是我們從 貴美從5月開始 一路 一路跟韓港局溝通 韓港局的態度傲慢 而且 想盡辦法構陷貴美 切站土地 我們透過了各種關係到處去陳情 但是最後落得的結果 他們還是一句話 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我想要問 今天 今天 小英政府 他 選前所承諾的 土地正義 人權 今天落實了沒有 小英政府底下的 交通部 是負責 國有財產的一部分的土地管理 權責 他負責 韓港局的監督 今天監督不好 是不是韓港局局長應該下台 是不是 是 韓港局局長要下台 交通部部長要不要出來面對 要 我們 現在請 那個 秋葉報告 剛才跟我們裡面聯絡的情形 我其實是昨天就 上午一早 就跟交通部這邊聯繫 說我們今天會來 找部長 希望他們可以協調 那 目前的協調狀況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派了四個單位 有韓政司 有北韓中心 有總務司 韓港局 裡面呢 就我看到的名單呢 有三位是我們接觸過的 可能只有一位記證是我們陌生還沒有接觸到的 但我昨天聯繫的時候很清楚的表達 我們10月12號 桂梅就要被拆了 這個案子發生爭議到現在 我們沒有見過局長 也沒有見過韓港局局長 更沒有看到什麼 部長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能夠見到部長 回覆我電話呢 說 教訓部部長今天有行程 我說那總有次長嘛 我們次長有幾位你們知道嗎 有三位 一個政務兩個 常務 有三位喔 一個這麼大的教訓部 今天沒人當家嗎 就派出來的官員是 又是沒有辦法跟我們有決定權的 最後協調的結果是 我們都來了 所以他們在派 我們都見過面的 總務司 團業科的科長 蔣科長要出來接我們的陳情書 我們現在請科長出來 接見我們的陳情代表 然後 我們請桂梅小姐姐把陳情書交給你 請她先出來 蔣科長在這裡 請你說明一下 為什麼今天 部長不能來接見 為什麼 市長不能出來 可以請你說明一下嗎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是由簽準 今天就是由我這邊代表來受一層級 來簽準到什麼層級 因為你昨天也是跟我講這樣 我只能說我尋程序來做的部分 你知道你們就是都是 中下階層的這些主管 然後都說你們只是小公務員 然後你們有沒有辦法做決定 然後上層就是都推你們下來 我昨天也電話很清楚跟你講說 是不是都是你們沒有把話纏上去 還是這就是上頭的意思 部長的態度就是要強猜到底就對了 賀陳大的意思就是要強猜到底 我要知道你會簽到什麼層級 是誰做的決定 連我們今天來要坐下來 再有一次機會 12號就要拆囉 給我們最後一次機會 坐下來談的機會 我昨天是這樣跟你說的 是吧 請問部長知道貴美這個案子嗎 請問 會簽到哪裡先告訴我 你會簽到什麼層級 是誰做的決定 連見都不見 我想這個部分 我已經有照程序跟上面簽證 對你的程序到哪裡 在外表下來接受情情的部分 你往你們的訴求 那你長官敢做決定 請你告訴我是哪個長官 他就得做這個決定 做這個責任的負責 告訴我是誰 讓我們貴美 讓我們所有現在的群眾起碼知道 我們要死 我們要死 也知道是死在誰手裡啊 我們要死 讓大官出來吧 你想這個的話 我們昨天也跟你講 要我們死 我們要死的明明白白 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 我把你們的訴求部分 我們帶回去 簽到哪裡 是誰做最後決定的 下個禮拜就要拆了 簽到哪裡 你要我唱再沈 要沈到什麼時候 已經有交托人亡了 還要簽 怎麼簽啊 簽到什麼時候 簽給誰啊 你們除了講法院定驗 就是只有強拆 只有講說我沒有實權 我沒有辦法決定 我今天沒有辦法 表達任何意見 你們除了講這些話 你們還有沒有別套啊 如果說沒有辦法講別套 就請上面可以做決定的人下來 如果他們今天不出來 我們不走 大家走不走 我知道你們很為難 你們私底下都告訴我們 如果你們作為個人 私人的表態 航廠局剛剛有一個 劉先生也在現場 他是承辦員 他說他個人也可以表示說不要拆啊 可是他是公務員 告訴我 到底你們上面是誰做這個決定 你們知道這過程 就是你們有行政疏失嗎 你們行政購獻貴美掌貨店耶 我們那天在 航廠局已經也跟你講了 你還遲到 你們有舒適耶 你們甚至有官員 跟我們開會的時候說什麼 我們已經拆了兩百多戶 不差你這一家 我說你們拆完之後是廢墟 結果他怎麼回 我們拆完 我們那個地要幹嘛 你們管不著 你們是這樣在協商的 所以我們非常的懷疑 你們上頭做到惠美的案子 所以我要知道 到底是誰簽了你的 誰決定的 請他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為什麼做這樣的決定 你讓他出來負責啊 我要派你當行政疏 對 你們基層的公務員都是炮灰 我們都知道 沒有他沒說之前我們不會離開 我把你們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帶回去 剛剛我們開始 是誰做的決定 你簽到哪裡去 你的內簽簽到哪個成績 這個部分請查看 我們會去進就這段事情 可以嗎 下個禮拜 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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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放下 你要怎麼跑啊 我一個上誤的媽媽 每次你跟他講說要裁判子 他自己不接下去 我說一條人命誰要不整 我現在每次想到這個我都摔不著 我今天也是有些無力來跟你們講 我也很難怪 他這樣就放下 在家裡的媽媽想的自己下 還講到幾個家 這快沒了 昨天我們回去跟黨本質疑下 出來講講理 每次你都講這樣的話 我聽到你 每次你跟下宗都講這樣的話 真是滷水如蕾 我們這些老百姓就該死了 再放下 這裏一輩子的就是該死了 剛剛都講了日據時代 你還沒出生的時候等一下一家人就住在那裡 我們直接找部長 我們不會走 今天如果可以救水平的人沒有出來 我們不會走 好 部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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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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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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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就好了! 改做不改打! 不打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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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糖子!喝糖蛋! 你躲得了一屎,躲不了一屎! 不打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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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拒绝你 你们准备就用高兰快先走 赫天上面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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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m espíritu 你們幹 你們看看 以前 我們面對警方的時候需要大批警域 我們不需要 你們看我們花了這麼多的錢 搞了一個這麼美 美羅美漢的交付 玻璃門厚的跟什麼一樣 裡面那個鐵 鐵卷門就放下來了 他們根本不需要大批的警力 來對付我們這些成群民眾 躲在裡面就好了 你們有這麼安全的堡壘 敢做這種殺人政策 不管用陌生 跟我們面對面面對 你敢做這種權力 你可以殺人 殺了還是一個人 這種兩百多戶 幾千個人 今天我們新職業的沈阿姨在現場 你們開了你的家 傲慢到這種程度 我們花了這麼多錢 養你們都要算貸 我剛剛就說了 你們這些警方 夠辛苦 快點帶 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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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警察先生 那個小米辰 我剛剛說那個厚度厚厚 他就是站到他自己 我告訴你 人民唯一最後的武器就是我們的身體 我們能夠什麼 命塞給你們 政策會改變嗎 2125號這麼多全台灣各地的 環坡全人民 這樣的踩到 我們的政府是要對待人民的 你們怕什麼 傷口會做我們自己的真理 命而白痕也是我們的命 我們就頂著老百姓的生存 你們再也看過了沒 這是民主國家 民主自由國家 我們從頭到尾現場 我告訴你 這個王八蛋到了起點 怪沒掌握你的這個案子 從頭到尾連著航港局局長 掌什麼臉 沒見過 這次我們的國家變罪人 鐵門拉下 躲在裡面 然後 用我們的納稅權 請跟警察先生 站在第一線 來跟我們對抗 下一個 就是警察 現身個人個人 自己在家裡面 被拆了 就是我們的國家 政策 讓我們 如此血淋淋的 人民跟警察這邊對立 這次對嗎 對 對 這個担保 很良好 不要 來 繼續當主任 消防部 我們總有一天等到 不要以為我們抗爭就會結束 我們抗爭 我們抗爭